欢迎收看今天的Tesla Tuesday Tesla Tuesday Tesla Tuesday Hello 大家好 大家2022年新年快乐 刚刚那个Megaphone呢 大声功就是这次V11好玩的功能之一 这个Holiday update 带来非常多 大家惊喜惊呼 更多的是抱怨 网路上是抱怨声音不断 这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大家都收到了吗 你最不习惯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很多人说原本很直觉的操作 一个按钮就可以搞定的事情 现在要进到选单里面去 觉得很不方便 例如说之前在3跟Y中央萤幕 底下有一排按键 就直接点相机啊 还有空调啊 顶端有一排像工具列一样 Dashcam 网路 那我们这两周开新的Model S 也是遇到非常多的困难 很多之前我们在Model Y上面使用的习惯 然后到了Model S上面完全就消失了 因为它多了一个前面那个 无法触控的那个萤幕显示 很多功能是显示在上面的 我们会想说要去哪里找也是适应的 非常复杂 例如说你要看温度啊 你要看现在电量啊 你要看现在时间 就重新安排过 不只是原本的V11的Update 那我们面对Model S也是要重新适应 不过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 也不用跟以前比较 因为现在就是这样 例如说你现在是第一次用Tesla的人 那你面对的UI就是V11 所以你也不知道说V10长什么样子 那就没有适应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大家不是一直觉得 它的右方向盘很帅吗 Tesla可能就是透过这次的更新 一个过渡时期 让大家开始适应 未来如果方向盘旁边没有那两根拨杆 所有选单通通集中到中间 你会怎么处理 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学习这个使用方式 再一个原因大家不用担心适应的问题 就是说Tesla内部Elon Musk 他也推出了 他说接下来会有继续很多改变 关于这个UI的设计 所以搞不好你还没适应完 他又换了 但我们据说啊 这次他们内部对于他们的 UI UX的设计也是搞到不行 我觉得设计界面 使用经验体验这个部分 真的是我一直都给予很高的尊重 尊敬 因为我觉得真的非常难 而且也非常决定 很关键性的决定你使用者的满意度 那请Tesla继续加油 必要的时候再从Apple挖一些人 那讲到界面设计啊 其实我们之前有拍一个short 就是原本有四个图示 那怎么样把第五个加进去 在Tesla App里面 你是不是无法加入第五个控制列 让我来教教你 把要的第五个Icon拖上去 左手从左边的第一个Icon 拖到第二个Icon 就好了 不过我要讲 这个彩蛋 应该是个软体设计的漏洞 你也不知道 Tesla什么时候把它补起来 就像Safety Score 那个后来不能再重新设定 双滚了 没有办法再作弊这个事情 为什么我们发现呢 为什么我们又要重考呢 因为我们换了Model S 所以那个Beta 没有办法Transfer 对 所以就只得重新重考 理论上有些人的确有成功的Transfer 就是说你写信给Beta Team 然后他说 可以从这个Vin 转到新的Vin上面去 你的Beta 就不用重新考试 直接拿到那个资格 但是我们写了好几次 都没有人理我 都没有发生这个奇迹 所以我们只好自己 勇敢的按下Request 重新再考一次 先考再说 如果中间很快拿到也很开心 那没有也只好继续考30天 我们从1月1号开始考 有人考了5天就拿到 有人考了7天才拿到 有人50几天还没拿到 我们会为大家更新 究竟新的Refresh的Model S 有没有通过这个Beta考试 现在还是100分啦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我们会接手朋友 二手的Refresh Model S呢? 因为我们觉得Model Y 二手价的高点快要过了 现在如果卖掉Model Y 是最好的时机 可是卖掉之后 可以选择的车子有哪些呢? 大家都知道 Tesla底下 太太最爱的车款 其实是Model X 然后我拼命说服太太的Cybertruck 又还没出现 这两台车 目前市面上都没有得选 所以我们选择了Model S 但是选它也不是必不得已 这台Model S Long Range 是它底下Tesla旗下目前续航里程最远最远的一台 405英里 406 后来发现是405 然后Air Pure加1 所以Air Pure才会做406 那我们觉得如果可以开这台Model S 到德州的Giga Factory的话 应该会蛮有趣的 你只会到德州吗? 东岸不去吗? 哈哈哈哈 太太讲到德州 小道消息说这个礼拜 Giga Texas 会有一些重大的宣布 很多朋友在猜说 是不是4680啊? 我们都希望是4680 可是在今年上半年 目前来说 我们都不会认为4680 会有一些 例如说上限 或者是说重大的宣布 最主要 德州厂 大家都知道 它负责就是Model Y 你有follow我们之前的新闻的话 都知道德国厂 其实已经做了大概两三百台 送出去测试 对 甚至在挪威 也有车友捕捉到 去做冬天的耐寒测试 因为德州跟德国 这两个工厂的进度 一直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就差不多一两礼拜 所以德州厂应该也是 跟德国差不多 开始有新的Model Y做出来了 那我们也很期待 它会有一个像德国一样的开幕活动 我们可以去参加 如果现场在观看的你在德州厂工作 如果不小心 刚好你可以发出邀请 带我们去旅行吧 拜托拜托 那在去德州之前呢 我们这一台Model S 理所当然一定会帮大家做开箱 做很完整的比较 如果大家也有希望知道什么事情的话 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讲 我们也可以帮大家测试一下 这礼拜收到雪片班的祝福跟恭喜 关于我们的新的Model S 很多朋友就很好奇问我们说 所以Model S开起来好不好开啊 又可怎么样啊 但是我们也其实遇到很多Model X 跟Model X的学长姐们 就是他们看到我们买了Model S之后 来帮我们打强心针 就是因为他们之前有过 惨痛的经验 就跟我们说 你要小心喔 那个地方可能会怎么样 这个地方怎么会怎么样 这个地方有改 可能还是有问题喔 这样子 最大听到的应该就是那个手把 自动手把 非常期待 我们会跟大家更新 让大家知道 到底它的比较质量 有没有比较好 所以我们一定会做了 例如说开箱 充电曲线 还有 我说好我要带太太去做car camping 这是先生答应说 每个月要有一次的录影 我们才买Model S 对 要找一个很漂亮的营地 开发各地的营地 赶快赶快 偷偷给我一些 我们卖掉之前 我们就在聊说 OK现在把Y卖掉了 除了假设你继续留在Tesla之外 现在市场上 美国市场上 还有什么车子 什么EV可以选择 所以先生排了10台 Range 250mine以上 可以通过太太考验的车子 250是他讲的 我对于EV的接收方法 比较广一点 他是觉得说 实用的话 续航里程至少要250 因为我真的觉得 如果有一台车 road trip 是我的梦想 所以我需要至少有250 我更喜欢坐飞机 但是不得不说 太太算是比较能坐车的人 我们听过很多人 就是不太能够坐车 那我很幸运 太太可以坐这么久 很幸运 先生很喜欢开车 还是Tesla很会开车 是我 但是我们要说 就是因为现阶段 大家可以选择EV就是不多 所以接下来 你听到这个清单的 价格范围带会非常的广 可能是4万到10万 第一台就是 我们刚刚稍微聊到 Lucid出的AirPure 他在官网上 现在可以以300块钱 可以订车 可以退钱的 对可以退钱的 然后他价格也比 model S 隆人去便宜一点 最重要是他有三年的EA 免费充电 他的续航里程硬是拼到 比model S 多一英里 挑衅的意味很重 所以Lucid这台AirPure 如果2022年底可以出来的话 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竞争对手 那接着第二台就是Rivian的R1S 我们之前去试过的那个R1T 是他的Truck版 那现在是SUV版 那我们觉得应该是会非常受到 就是家庭的欢迎 空间比较大 但是又Cover 然后可以有更大的空间 可以乘坐 然后可以出去玩这样 那第三名 其实第三名有两台 那是双胞胎并列 HONDAI的IONIQ 5 跟KEA的EV6 那这两台起价都在4万块附近 而且他们号称 他们的EPA range 都可以到超过300米 真正到达300 是他的2WD或是RWD的版本 IONIQ 5的AWD版本 就会降到256 也在太太的及格范围内 如果大家有follow我们的 现实动态的话 知道我们现在正在CES HONDAI也有来参加CES 那我们也很期待 如果有没有看到他的车子 听说HONDAI把IONIQ 5 变成回收 变成一台巨大的空气清淨机 讲回来EV6 虽然是他的双胞胎 可是呢 EV6的RW版本 可以到310英里 然后他的AW版本 就是可以到274 第五台是平价EV 是Fisker的Ocean 价钱是4万块钱起掉 然后续航里程是250到350mine 而且他的特点呢 他的车顶是一块太阳能面板 那这个太阳能面板 可以用来发电嘛 对 号称一年可以产生1500英里 1500英里 1500英里 除以365天 一天是4点多Mine 你觉得一天要几Mine 比较好 上下半可能要20Mine 就是他还是可以插电就是了 是个亮点 然后他的中央的那个萤幕 听说是可以旋转的 就是有Portrait mode跟Landscape mode 可以 他是称为Hollywood mode的样子 就是你要看电影的时候就是横的 那平常你要操作就是直的 哇好酷喔 第六台 Nissan Aria 其实这台我们去年就有讲过了 然后我们一直很期待他可以在去年的年底秋天就上市 可是就是因为疫情 因为这个供应链短缺的问题 Nissan一直push back 现在听到的消息应该是今年年底 它秋天出现会是以2023年款来卖 它的起价稍微贵一点将近5万块 空间设计啊 内装质感啊 都算是Nissan下一代的一个产品 的确是蛮令人期待的 那虽然说Nissan Aria它的价格 不是我们所原本期待可以让EV更普及的4万块 但是因为Nissan旗下本来就有更 affordable 更平易近人的EV Leaf 如果说有家庭需要更大空间更远的range 那Aria自然就是他们的考量 那另外跟Aria非常接近的竞争对手 就是Toyota的BZ4X 名字有点难念 BZ4X 是吧 对 BZ4X 可是BZ4X今年看不到 那为什么都没有德国车呢 德国车 我们看平价德国车 例如说Volkswagen 它ID3 ID4出完了 IDbuzz 目前还没有消息 可能2023以后了 所以我们期待第7台EV 就是B&W的iX iX它的造型设计啊 从一开始就非常的两极化 有的人很喜欢 有的人超级讨厌 你说那个猪鼻子吗 他们正式的是Kindigrill BIMER这个设计语言啊 大概从1933年 他们那一台303开始 就注定了这个命运 可是这个DoubleKindigrill 这个事情呢 在当年 还是非常符合空气力学的一个设计 只是说现在这样的造型 会有人很不喜欢 在网络上有一堆迷音 来画他们的鼻子 不断的放大这样子 就跟iPhone一样 在美国 接下来应该会看到F150 Lightning跟Hummer EV 而且之前有网友捕捉到 Hummer EV在充电的画面 他旁边就停一台Rivion的R1T 你这样看起来 其实Hummer EV没有大很多耶 对 太太是说她觉得Hummer EV很帅 可以想象 例如说好莱坞的明星啊 或者是那些Celebrity 他们可能就是会开那样的车的人 最后最后 晓得我今年最期待的EV 就是Cybertruck 但今年可能不太有机会 如果依照表定进度的话 可能在今年年底 小量生产 就像你看到现在Model Y一样 会有一些生产出来做测试的啊 但是真的要量产 一定就是2023 Tesla也不是那么容易 预测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Tesla不容易预测 不是它的个性 不是它的营造出来的形象 而是它本身没有很像 很成熟 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 就是这样子 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 不断在调整脚步 非常有弹性的一个团队 现在可以选择EV就是这么少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 没有聊到的 大家有注意到的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 我要留言 我觉得Mini Cooper的EV很不错 可是它没有那个Ice Pool的颜色 你可以贴膜啊 好 决定带太太去看Mini Cooper 那这个礼拜就这样咯 2022年第一集Tesla Tuesday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这类的话题的话 欢迎订阅 拜托拜托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拜拜 不一定要开小铃铛啦 怕吵到大家 有Shorts 大家记得去看 我们会不定期更新哦 好 好 那CES的记者要出发了吗 是 现在出发 2020 with the goal of contributing to the evolution no It's amazing how different it sounds It's that thing where you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before you've experienced it 以上就是美希太太 在美国拉斯维加市 为大家做的CES第一首现场报道 Hello大家好 新年快乐 等一下 太干了 Hello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大家2021年 2021年 那我们这两周开 这两周开 空间比较大 但是又 cover 然后可以有更大的空间 可以 呃 乘坐 然后可以出去玩 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觉得自己讲的 很可爱吗 很奇怪吗 哈哈 没关系 继续 好 可以哦 嗯可以 没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